18号正改公众咨询场外正在派发宣传单张 新澳门学社成员被警方驱赶 要求退到文化中心对面的行人道 几名学社成员星期五到保安司总部地信 抗议警方滥权打压公民行动 有关的警官更加说 我已经没有要求你们去旧文化东方酒店的该边障碍集会了 在这句话里面其实很严重 因为警方已经是以为自己的权力是无限大 究竟怎样才算是阻碍行人道 双方可能各有看法 但周庭希指警方没有按规定 在街头行动24小时之前 通知要更改地点 理由居然是找不到学社的成员 这个理由实在很难说得过去 我们新澳门学者已经提供了 我是理事长个人的手提电话 还有学者办公室的手提电话 我没有收到治安警察局任何的通知 如何推动青年遗症 我们相信推动青年遗症就不是去举办一些课程或旅行团 是本身的公共空间 有没有足够可以给年轻人发声 学社希望在收集政改意见的过程中 无论是政府或者警方都应该有更广阔的胸襟 澳门卫视彭爱茨周易林澳门报道